女孩只是出嫁前偷偷见了丈夫一面 奇料竟发现自己要嫁的丈夫好像是个傻子 当听见大家喊他将军时 赌鸡瞬间被惊得瞪大双眼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被封为日本第一的男人 竟然会是这个样子 就在不久前 赌鸡满心欢喜地被送来大傲 因为距离婚期还有半个月 他要提前到这里熟悉规矩 可尽管他也是大傲人家千金 却还是被大傲的情形震惊到 除了目之所及 大傲中服侍将军的 还有一千多名女子 而距于他们之上的 便是即将荣生御台夫人的赌鸡 但人多规矩就多 赌鸡很快便意识到 在大傲生活似乎是件很无趣的事 他只是早起了片刻 不得以赌鸡只好配合地躺下 等待婢女进来喊自己起床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就连梳头也要躺着梳两遍 这边梳完了再换另一遍 而这样也还不行 等到早饭时还要在饭桌上梳一遍 搞得赌鸡连吃饭都没了胃口 而提起吃饭 赌鸡更崩溃 但凡是被她吃过一口的菜 女官都会立马端下去重新上一盘 只因在大傲中有规定 小姐绝不能吃剩菜 哪怕是自己刚吃过的 但很显然 赌鸡可不是一个没守成规的人 她喜欢随心而活 这天早上赌鸡要见自己未来的婆婆 按照规矩出身寒威的婆婆 本应该先向她问候 但赌鸡却不顾女官提醒 直接离开主位来到婆婆面前 笑着向她请安 而这可把未来婆婆吃惊坏了 但赌鸡却不以为原 虽然你我地位有别 但出嫁从父以后您就是我的母亲 怎么能让您屈尊下作呢 殊不知赌鸡一番满心的话 彻底受到了婆婆心谈 非但给婆婆感动的痛哭流体 就连在场一众女官 都对这位大傲未来的夫人无比满意 只是短短几天时间 大傲上下就都在夸 她一定会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夫人 而不仅如此 随着赌鸡的到来 就连大傲没守百年的陈规 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赌鸡很不喜欢那多余的梳头方式 于是她调皮地趴在床上 并且她还强行废除了 吃饭时梳头的习惯 但赌鸡这些奇怪的举动 很快引起了女官们的不满 他们联合将赌鸡告到了婆婆前 指责她不管做什么 都抑郁改变大傲既定的规矩 可怎料却不知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 婆婆非但对此置之不理 甚至还默许赌鸡想干什么都行 赌鸡对自己将要嫁的丈夫满怀期待 她迫不及待想看一看 这日本第一的男人到底什么样 却不料她一切美好的幻想 会在不久后彻底打破 女孩直到出嫁前才偶然发现 自己要嫁的丈夫好像是个傻子 听见别人喊她将军时 赌鸡瞬间被惊得瞪大了双眼 她曾无数次幻想过 这个日本的第一男人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可能是位魁梧的勇士 又可能是位风流倜傥的诗人 但她却从来都没想到过 她竟会是一个傻子 因为是偷偷跑来见她 赌鸡心中的疑惑不敢对任何人说 可同时赌鸡也十分清楚 不管她的内心此刻有多震惊 她都无法改变这一既定事实 自己必须要嫁给她 并且为了让赌鸡婚后 尽快缠下子嗣 为将军延续相伙 女官还为她求来了一副送子观音 可说起此事却把赌鸡害羞坏了 但好在庆幸的是 婚期前这些大大小小的琐事 似乎也冲淡了赌鸡对丈夫的失望 直到这天婚礼举行 赌鸡才有机会正式见到自己的丈夫 她在旁边偷偷地观察 但很遗憾的是 将军却依旧是一副吃傻的样子 而经过一整天繁琐的流程 深夜本以为两人终于可以单独相处 却不料让赌鸡万万想不到的是 大傲的规矩竟然恶心到了如此地位 就连他们洞房 都要有专门的女官在一旁守着 也不知是不是看出了赌鸡的为难 又或者是她真的傻 将军一言不发便躺在了床上 静想就这么直接睡了 赌鸡在暗自庆幸的同时 却又感到了一些失望 自来想去赌鸡越发紧张地睡不着 怎料就在此时 将军却突然开口 眠れぬ 是 そうじゃ 昔話など聞かせよ 昔話ねございます 赌鸡绞尽脑汁地想了想 随口给她讲了个老鼠夫妻的故事 从前有一对老鼠夫妻 老鼠丈夫那喜欢相扑 うん 面白そうで 将军迟迟没有听见赌鸡再讲下去 转身一看才发现 心大的赌鸡竟然已经睡着了 えぇー 很奇怪 就在新婚之夜这一晚 赌鸡竟然睡得比任何时候都香甜 而将军却出人意料 独自饮了一夜的酒 次日一早 婆婆得知此事当场被气晕 但别说是继承人了 自那天起 将军甚至再也没有来见过赌鸡一面 赌鸡苦等了一天又一天 在他心中隐隐有个疑惑 却唯有将军能给他答案 于是思来想去 这天清晨在上完香后 眼看将军像往常一样 不看他一眼就要离去 赌鸡突然在此事开口叫住了他 这一开口可把女官们吓得不轻 但不管怎样 不知是不是赌鸡都化起了作用 当晚将军竟果然来到了赌鸡房间 然而就是这一晚 赌鸡也终于问出了藏在心中的一幕 女孩年轻貌美本事大好年华 可嫁了个丈夫却天天一副吃傻模样 所有人都说她是傻子 但只有女孩自己知道 她的这个丈夫恐怕是在伴猪吃老虎 尽管嫁过来后她也只和丈夫聊聊见过几次面 但赌鸡就是觉得将军并不是真的傻 赌鸡却因为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而整整失眠了一夜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将军到底是不想生孩子 还是根本无法让人生孩子呢 殊不知这对于赌鸡而言很重要 因为他之所以被养父嫁来大欧 就是为了打探 将军能否延续德川家的相互 一旦德川家后继无人 他们便准备拥护庆喜大人 为下一任将军继承人 既然如今将军给出了答案 赌鸡深知自己必须要想办法说服他 尽快确定庆喜大人为接班人 于是这天早上他再一次当着众人的面 叫住了将军 请求他今晚能再到房中一见 而女官们对此也习以为常 果然深夜将军如约而至 这一次赌鸡也没有再绕完 而是毫无隐瞒地说出了自己的使命 原来赌鸡并非是本家的大小姐 而是从萨摩分家出来的 之所以能得养父如此重用 让他成为了公家的大小姐 最后又步步攀升成为御台夫人 在这些的背后皆因他承担了一个使命 就是要当面向将军举荐庆喜大人 做下一任继承人 仍以为听到这些 将军会再次装疯卖傻 却不料这一次 将军竟微笑地站起身 他告诉赌鸡 其实自己早就知道 他的到来必有欲谋 也知道这肯定和下一任将军人选有关 但庆喜这个人狼子野心他不喜欢 倘若将军之位传给他 恐怕德川宗家就要消亡 整个大奥帕士也会不复存在 听到这里 赌鸡终于可以确信 他的丈夫非但不傻 而恰恰相反 他是一位极具智慧 且心思缜密的真正将军